怀孕期间,孕妈妈的血液就是胎儿生长的土壤,孕妈身体健康与补,直接会影响到肚子里胎儿的健康,但是由于孕期的特殊性,加上每位孕妈的体质不同,很多孕妈在孕期都有气血不足的症状,但是有些孕妈妈根本不在意,要知道气血不足的情况下,不仅会损害孕妈自身的健康,还会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。 所以,孕妈一定要重视起来,如果孕期孕妈身体发出这几个信号,暗示着体内气血不足,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,即使补气养血是关键,信号一,身体疲乏,怀孕期间。 如果孕妈在吃好,休息好的状态下,身体还是会疲乏,经常感到浑身没劲,不想动,没精神,有时还有心慌,气短,凶乱的症状,这就表明孕妈体内气血不足。 比如,建议孕妈在平时的饮食中,要注意营养的补充,注意多吃些补气养血的食物,生冷些辣的食物要避免,还要注意保暖,做一些适当的运动。 信号二,脸色苍白,一般的情况下,孕妈妈在孕期的生活质量,会比之前提高很多,吃的东西会更营养,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。 按理说,孕妈妈在这种情况下,皮肤应该变得红乱有光泽,整个人看起来气色会好很多,但是如果在孕期,孕妈妈的脸色苍白,皮肤暗淡无光,并且出现皱纹和色斑, 眼睛无神,这就表明你体内的气血不足。 信号三,手脚冰凉,手和脚作为人身体的摸上部位,血液循环的最远处,手脚的温度最能反映出人体内的气血是否充足。 如果孕期孕妈的手脚始终是温暖的,这就表明你的气血充足。 反之,如果孕妈的手脚冰凉,这就说明你的气血不足。 所以,孕妈在孕期可以通过自己手脚的温度,你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。 信号四,睡眠质量差。 孕期孕妈的睡眠质量很关键。 睡眠质量好的孕妈,不仅免疫力高身体健康,气氛好,还有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。 但是有些孕妈在孕期睡眠质量一直不佳,除了孕期体内激素变化带来的不适,身体无法转动自如胎儿胎动等原因之外,气血不足也会影响到孕妈的睡眠质量。 气血不足的孕妈在睡觉的过程中,很难进入深度睡眠,容易失眠,多梦,入睡困难等。 信号五,看东西模糊,有些上班族的孕妈,白天在公司里长时间的对着电脑,中间休息时间短,因此很容易出现顺利模糊的情况。 在怀孕期间孕妈一定不要让自己太过劳累,不要长时间的久坐,久站,看电脑,玩手机,这样都会导致身体疾劳过度,导致气血不足,为了避免气血不足给孕妈和胎儿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孕妈在孕期间一定要规范自己的生活习惯,补熬眼,合力饮食,注意情绪,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要是等运动,这样也有助于孕妈增强体质,促进血液循环,感受气血不足的症状。 你在孕期间有这五个症状吗?有的话一定要及时补气养血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